插入一个红,像插入一个符号一样简单 比如我们插入刚刚已经创建好的 电击原理图的红 点击菜单插入窗口红和符号红 找到刚刚已经创建好的红 点击打开 放到合置的位置 按Table键切换不同的红边量 选择好需要的红边量 点击鼠标左键 此时会弹出红枝级选择的窗口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红枝级 点击确定 选择确定 此时的回落红就是我们需要的红枝级内容 当我们的工艺要求可能会突然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障碍幅对象 右键分配之极来临时改变整个红的红枝级选择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